上位明朗 率先表态参选的国民党前副主席郝龙斌 下午拜访了前新北市长朱立伦 两人闭门谈了一个多小时 没有共识 朱立伦时候发出声明对于国民党未来改革方向 以及主席改选 他会利用过年期间会整思考 年假的结束之前会向外界报告 对于参选与否也似乎不再是铁板一块 不过前党员郭台铭则是大酸 国民党的问题冰冻三尺 不要期待现在的思维仍可以解决 岁末年终一起动起来 前新北市长朱立伦 脸书放上大扫除照片 写下除旧不新 难道是在讲国民党也需要打掉重练 朱立伦发出声明 强调这几天和不同世代的朋友见面 共同关心国民党未来的改造 他会利用年假期间会整思考 对于改革方向以及党主席改选 年假结束前会给大家完整报告 或许是有感朱立伦的动作 有一脚主党魁的郝龙斌在22号下午3点拜会请议 两人闭门谈了一个多小时 没有共识 而现在终身带呼声很高的 还有这一位 尤其这几天其实很多忧心的朋友 担心的朋友 陆陆续续也都有跟我做联系 那至于我自己本身在这个改革的过程当中 应该放在什么位置 我也会认真思考 国民党大选溃败 前主席吴敦义和一己主管总辞之后 党内掀起改革声浪 但前党员郭台铭先泼冷水 看来郭台铭是回不去了 谁来扛下国民党改革烫手山芋 年后应该会有新进展 记者一天林凯军台北什么的